餐廳 我們要看的就是這 幻東財館就日後來發行 到午後月三大神神中的 團隊會只是在六萬年的 抗議 他們是抗議在台北富邦銀行 自己是發行的單位 若有這個百分之十的經銷款 要再來簽到這個網路通路的市場 已經來嚴重影響到這個經銷上 他們的款也跟共同款 而這個空氣團體又要表示說 未來運動菜館是在網路的簽 不是在這個導主擔簽單 在這個菜館的這根本是賺不錢了 所以真的願望說發行的單位 台北府幫助也能來做起環點 提供給民眾 民眾有主信跟對照 對於發行和單位網路設計部分 應該全部讓菜館經銷上他們來做設計 讓這些歷史團體可以繼續來成功下去 來看的是這個高雄質問 這個高雄質問雖然是 當時有條件來通過後研察 但是高通報 這個質問的研察小組 如果拿出五項的課題 還有願望可以來改進 高雄市政府跟質問說 是有信心說 最快可以在這個拜託 上班的後來拜託就在通車路 高雄捷運R9到R23路段 在昨天看過旅刊 旅刊委員提出了營運前 應該要改善的五點事項 要求高杰公司改進 分別是無障礙環境 消防安全設備 路線標示 廣播內容修正 票務系統 R9站出入口的電腐梯 應該要加裝安全阻隔 以及R17車站中海路 左能路交叉入口的行人 專用耗置修復等改善事項 其中票價的部分 高杰已經提出了 5公里20元起跳的方案 目前正在審議當中 而R17站的交通耗置 已經協調了交通局處理 至於通車日期 高杰公司總經理范晨博表示 只要缺失項目改善完成 就會競速通車 之後只要向旅刊小組合備之後 高雄市民就可以享受到 高杰的快速與便利 記者人論文李立昌 台北高雄綜合報導 台北港台山鄉 在中港人物有一個層口 人們不想向向來發生大會 雖然這個小紅隊出場 只有很多人在打會 不過這個會實在是太大了 三百塊皮出場全部都燒掉了 小紅隊廣告現場時 三百塊皮扣到十塊的鐵皮層口 已經整間都倒下 因為層口裡面放的都是高度的東西 它是很難控制 大火一直對湯阿門 也還有鐵皮香裡面穿菜 層口後面 整個鐵雞、鐵皮都沒了 還有溫暖 整個都倒下來 火燒到這麼大 不過站在附近的站起來 都不知道火是怎麼燒起來 小紅隊中間出動了 三十八台小紅車 跟將軍爆發明的衣銷 來打火 雖然一點情侯裡面就控制火燒 不過這段火燒是從八米十一點 尚到三點才完全打火 不過在無人相忘 就倒下原因 進行一塊的調查 第一次發明文代發佈多 聽到說來的這個廟 一年一回的這個廟 八山屯馬祖的料金 現在已經在開工 有八天的料金的行程 現在要對著馬祖的行程 一路要走四百多公里 和其他的馬祖的料金 都比較不一樣的是 八山屯的馬祖 每一年的路線都沒有過程 有時候還在走的時候 就向向來改變路線 有哪有這麼一個團結的故事 走回來聽看看 今年以後在八山屯馬祖的世間 本人這位老闆 抱著當兵的女兒 仍然叫弟弟 求馬祖保備 正面給人很感動 當時馬祖的新叫 甚至在這對白痴的心想 就就停了十五分鐘 雖然半年後 這個小孩也是不幸來翁生 但是今年八山屯馬祖 在進行世間的時刻 經過這個小孩的家 還在不停下來 雖然只有停留幾乎30秒 但是看到馬祖來 這孩子的阿嬤還是非常感動 這間大小的車掛起來 在車站起來平安 身體健康 真正健康 媽祖的停留給人覺得很心急 研究八山屯媽祖的學者也說 如果今年 以前媽祖祖祖祖祖也有同樣的情形 研究其實就會跟一些信證 然後會有結緣 那結緣這個情況之下 在隔一年或是隔兩年的時候 就是媽祖大家還是會回到這個心中的家 八山屯媽祖四間跟其他媽祖四間外面 很大不一樣 他每年的路線都沒有固定 而且他經常在半路的形式改變路線 你增加動態就可以知道說 他可能要轉換還是怎麼樣 一年一度 苗立百山屯媽祖四間外面 都做過程 天生的信徒對著信徒 要走四百多公里 每一年在這段路上 甘民的故事也不斷發生 由這段特殊的民生醫生 流下團結 公視新聞 中學報導 好啊